翠翠忽然说 爷爷 你唱个歌给我听听 好不好 祖父唱了十个歌 翠翠傍在祖父身边 闭着眼睛听下去 等到祖父不做声时 翠翠自言自语地说 我又摘了一把胡儿草了 祖父所唱的歌 便是那晚上听来的歌 二老有机会唱歌 却从此不再到比锡居唱歌 十五过去了 十六也过去了 到了时期 老船夫忍不住了 进城往河街 去找寻那个年轻小伙子 到城门边 正预备入河街时 就遇着上次为大老 做宝山的羊马兵 正牵了一匹罗马 预备出城呢 一见老船夫就拉住了他 哎呀 伯伯 我正有事情告诉你呢 哎 碰巧 你就来城里了 啊 什么事啊 哎 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磁滩 出了事 谁知道 这个人啊 掉到滩下悬水里 淹死了 这不 早晨顺顺家里得到这个信 听说 二老一早就赶去了 这消息 如同 有力的巴掌一样 重重的 扇了老船夫一下 他不相信 这是真的消息 他故作从容的说 那天保大老 淹死了吗 从没听说过 水鸭子会被淹坏的 可是 那只水鸭子 仍然有那么一次 被淹死了 我赞成你的捉剑 不让那小子 当时走车路 那么顺手 从马兵言语上 老船夫 还特别怀疑这个新闻 但他从马兵神情上注意到 老船夫 看清楚了 这是一个真的消息 他惨惨地说 唉 我有什么捉剑可言 这是天意呀 一切 都有天意 老船夫说的时候 心中充满了感情 特为证明 那马兵所说的话 有多少可靠处 老船夫和马兵分手后 就匆匆赶到河街上去 到了顺顺家门前 正有人烧纸钱 许多人围在一处说话 走进去听听 所说的便是 杨马兵提到的那件事 但一到有人发现了身后的老船夫时 大家便把话语转了方向 故意来谈 下河油价涨落情形了 老船夫心中很不安 正想找一个比较要好的水手谈谈 一会儿 船总顺顺从外面回来了 样子沉沉的 这豪爽正直的中年人 正似乎为不幸打倒 努力想挣扎爬起的神器 一见到老船夫就说 老伯伯 我们谈的那件事情 吹了吧 这天宝大佬 已经坏了 你知道了吧 老船夫两只眼睛红红的 把手搓着 怎么的 这是真事 是昨天还是前天 另一个像是赶路同来报信的 插嘴说道 十六钟上 船搁到石包子上 船头进了水 大佬啊 想把膏撇着 人就弹到水中去了 老船夫说 那 你眼见他下水吗 是啊 我还与他同时下水 他说什么了 哎 什么都没来得及说 这几天来 他都不说话 老船夫把头摇摇 向舜舜那儿 窃窃的溜了一眼 船总舜舜 想知道他心中不安处 就说 伯伯 一切是天 算了吧 我这里有大兴厂人送来的好烧酒 你拿去点喝吧 一个伙计用竹筒上了一桶酒 用新桶木叶蒙着桶口 交给了老船夫 老船夫把酒拿走 到了河街后 低头向河码头走去 到河边 天保大前天 上船处去看看 洋马兵还在那里 他放马到沙地上打滚 自己坐在柳树荫下乘凉 老船夫就走过去 请马兵试试那大兴厂的烧酒 两人喝了点酒后 兴致似乎都好了些 老船夫就告诉给杨马兵 十四夜里 二老过必夕居唱歌那件事情 那马兵听到后便说 伯伯 你是不是以为 翠翠愿意二老 应该派归二老啊 话没说完 挪送二老却从河街下来了 这年轻人 正像要远行的样子 一见了老船夫 就回头走去 杨马兵就喊他说 二老 二老 你来 我有话同你说 那黑脸宽肩 那黑脸宽肩膊 样子 糊糊有生气的 挪送二老 勉强笑着 到了树荫下时 老船夫想把空气 缓和下来 指着河上游远处 那座新念房说 二老 二老啊 听人说 那念房将来是归你的 若是归了你啊 派我来守念子 行不行啊 二老仿佛听不惯 这个询问的用意 便不作声 杨马兵 看风头有点僵 便说 二老 你怎么的 预备下去吗 那年轻人把头点点 不再说什么 就走开了 老船夫讨了个没趣 很懊恼地赶回陛西居去 到了渡船上时 就装作把事情看得急随便似的 告诉给翠翠 翠翠啊 今天 城里出了件新鲜事情 这天保大佬啊 驾游船下沉舟 运气不好 掉到磁滩 烟坏了 翠翠因为听不懂 对于这个报告 最先好像全部在意 祖父又说 翠翠啊 这是真事 那上次来到这里 做宝山的杨马兵 还说 我早不答应亲事 是极有见识的 翠翠瞥了祖父一眼 见他眼睛红红的 知道他喝了酒 且有了点事情 不高兴 心中想 谁聊你生气呢 船到家边时 祖父不自然地笑着 向家中走去 翠翠手船 半天不闻祖父声息 赶回家去看看 见祖父正坐在门槛上 编草鞋耳子 翠翠见祖父神气 急不对 就蹲到他身前去 爷爷 你怎么了 天宝当真死了 那二老啊 生了我们的气 以为他家中 出这件事情 是我们分派的 有人在西边 大声喊 渡船过渡 祖父匆匆出去了 翠翠坐在 五角鱼稻草上 心中急乱 等等还不见 祖父回来 就哭起来了 祖父似乎生谁的气 脸上笑容减少了 对于翠翠方面 也不大注意了 翠翠像知道 祖父已不很疼她 但又像不明白她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很久的事 日子一过去 也就好了 两人仍然划船过日子 一切依旧 为对于生活 却仿佛什么地方 有了个 看不见的缺口 始终无法填补起来 祖父过河街去 仍然可以得到 船总顺顺的款待 但很明显的是 那船总却并不忘掉 死去者 死亡的原因 二老出北河 下沉舟 走了六百里 沿河找寻那个可怜哥哥的尸骸 毫无结果 在各处睡棺上贴下招字 返回茶洞来了 过不久 他又过川东去办货 过渡时 见到老船夫 老船夫 看看那小伙子 好像已完全忘掉了 从前的事情 就同他说话 二老啊 这大六月 日头独人 你要上川东去 不怕辛苦啊 要饭吃 头上是火也得上路 要吃饭 二老家还少饭吃吗 有饭吃 但爹爹说 年轻人也不应该在家中 白痴不做事 你爹爹 他还好吗 吃得做得 有什么不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 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 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方面的消息 说来说去都一样 然而正当这场对抗 似乎开始好转 COVID疫苗也问世的同时 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的新变种病毒 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 更容易 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 根据CDC的说法 佩戴服帖的口罩 是帮助减缓COVID病毒传播的 绝佳方法之一 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 避免群聚 轮到你注射疫苗时 就去接种等等 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 不过它仍是缓解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 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 轮到你注射疫苗时 就要去接种 继续戴上口罩 保持6英尺的距离 避开人群 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 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 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 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 抗击疫情 我们做得到 了解更多疫苗信息 请上cdc.gov slash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部提供 老船夫接着又对二老说 你哥哥走了 我看哪 你爹爹为这件事情 也好像憔悴了不少啊 二老听到这句话不作声了 眼睛望着老船夫 呜吼那个白塔 他似乎想起了 过去的那个晚上 那件旧事 心中十分惆怅 老船夫怯怯的 望了年轻人一眼 一个微笑在脸上亮开 二老啊 我家翠翠说 五月里有天晚上 做了个梦 说时 他又望望二老 借二老并不惊讶 也不厌烦 于是又接着说 他那梦啊 梦得古怪 说是在梦中 被一个人的歌声 扶起来了 还上了悬崖 摘了一把胡尔草呢 二老把头偏过一旁 去做了一个苦笑 心中心中想到 老头子倒会做做 这点意思在那个苦笑上 仿佛同样泄露出来 仍然被老船夫看到了 老船夫就说 二老啊 你不相信吗 那年轻人说 我怎么不相信 因为我做傻子 在那边沿上 唱过一碗的歌 老船夫 被一句料想不到的实话 给囧住了 口中结结巴巴地说 啊 这 这 这是真的 这 这是假 假的 怎么不是真的 天保大佬的死 难道不是真的 哦 可是 可是 老船夫的做作处 原意只是想把事情 弄明白一点 但一起始 自己叙述这段事情时 方法上就有了错处 因此反被二老误会了 他这时正想把那夜的情形 好好说出来 船已到了岸边 二老一越上了岸 就想走去 老船夫在船上 显得更加忙乱的样子说 哎 哎 二老 二老 你等等 我有话同你说 你先前不是说那个 呃 你做傻子的事情吗 你呀 并不傻 别人才当真 叫你那哥弄成傻像的 那年轻人虽站定了 口中却轻轻轻轻轻轻的说 得了 够了 不要说了 老船夫说 老船夫说 二老啊 我听人说 你不要碾子 要渡船 这是杨玛冰说的 不是真的吧 那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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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可是不知翠翠是故意不从屋里出来 还是到别处去了 许久还见不到翠翠的影子 也不闻这个女孩子的声音 二老等了一会儿 看看老船夫那副神器 一句话不说 便微笑着 大踏步同一个挑粉条白糖货物的脚夫走去了 过了碧溪居小山 两人应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竹林走去 那个脚夫这时开了口 诶 罗宋二老 看那渡船的神器很喜欢你啊 二老不作声 那人又说道 二老啊 我问你 要碾房还是要渡船 你当真预备做他的孙女学 接替他那只渡船吗 二老笑了 那人又说 二老 若这件事派给我 我可要那座碾房 一座碾房的出息 每天可收七生米三豆糠呢 二老说 我回来时向我爹爹去说 为你向中寨人做煤 让你得那座碾房吧 至于我呢 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 只是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 不利索 大佬是他弄死的 老船夫见二老 那么走去了 翠翠还不出来 心中很不快乐 走回家去看看 原来翠翠并不在家 过一会儿 翠翠提了个小篮子 从小山后回来了 这才知道 他大清早 出门去挖竹边笋了 翠翠 我喊了你好久 你也没听到 啊 你喊我做什么呀 哦 一个过渡的 一个熟人 我们谈起了你 可我喊你 你也不答应 是谁呀 你猜 翠翠 不是陌生人 你认识他 翠翠想起 世间从竹林里 无意中听来的话 脸红了 半天不说话 老船夫问 翠翠啊 你得了多少鞭笋啊 翠翠把竹篮子 向地上一扣 除了十来根 小小鞭笋外 只是一大把 胡儿草 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 翠翠 两颊飞红的 跑的 日子 平平地过了一个月 一切人心上的病痛 似乎 都在那份 长长的白日下 医治好了 天气特别热 个人只忙着流汗 用凉水 淘姜米酒吃 不用什么心事 心事 在人生活中 也就留不住了 翠翠每天都到白塔下 被太阳的一面去午睡 高处特别凉快 两山竹簧里 叫得使人发松的竹雀 和其他鸟类 有这么多 致使它在睡梦里 竟为山鸟歌声所扶着 做的梦 也是特别荒唐的梦 这并不是人的罪过 诗人们 会在一件小事上 写出 整本整部的诗 雕刻家 在一块石头上 雕得出 骨血如生的人像 画家 一片绿 一片红 一片灰 画得出 一幅一幅 带有魔力的彩画 谁不是为了 垫着一个微笑的影子 或是一个皱眉的记号 才弄出 那么些古怪的成绩 翠翠 不能用文字 不能用石头 不能用颜色 把那点心头上的爱赠 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 却只让她的心 在一切荒唐事情上驰骋 她从这些秘密里 常常得到 又惊又喜的兴奋 一点不可知的未来 摇翰她的情感 极厉害 她无从完全把那种吃处 不让祖父知道 祖父呢 可以说 一切都知道了的 但事实上 她又却是一个 一无所知的人 她明白 翠翠不讨厌那个二老 却不明白 那小伙子二老怎么样 她从船总和二老处 都碰过钉子 但她并不灰心 要安排得多一点 奉何道理 一切啊 都有个命 她那么想着 就更显得 好事多磨起来了 睁着眼睛时 她做的梦 比那个外孙女脆脆 就更荒唐 更辽阔了 她向各个过渡本地人 打听二老父子的生活 关切他们 如同自己家中人一样 但也古怪 因此 她却怕见到 那个船总和二老了 一见他们 她就不知 该说些什么 只是老脾气 把两只手 搓来搓去 从容处 完全失去了 二老父子方面 都明白她的意思 但那个死去的人 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 镶嵌到父子心中 两人便 两人便对于老船夫的意思 俨然全部明白似的 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 明明夜里不做梦 早晨和翠翠说话时 那做祖父的就会说 翠翠啊 翠翠啊 啊 我昨晚啊 做到了一个 吓人的梦 什么吓人的梦 老船夫就装作 思索梦境似的 一面 细看着翠翠小脸 长眉毛 一面说她 另一时 睁着眼睛 做的好梦 不用说 那些梦啊 原来 并不是当真吓人的 一切河流 皆得归海 话其实 说得纵然有多远 到头来 仍然要归到 让翠翠红脸的 那件事情上去 等到翠翠显得 不大高兴 神迹上 又露出了点 小窘迫事 老船夫 这才又像 害怕了似的 忙着解释 用闲话 来遮掩自己 所说的 那问题的原意 翠翠啊 我不是那么说 我不是那么说 哎呀 爷爷老了 糊涂了 笑话也多了 但是 有时 翠翠却静静地 把祖父那些 笑话 糊涂话 听下去 一直听到 后来 还抿着嘴 微笑呢 随着疫苗的推出 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 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 例如 要打多少剂 有副作用吗 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乐灵会帮助提供 可靠的疫苗资讯 并与50岁以上群体 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 有了这些资讯 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 健康和安全 了解更多 请上 chinese.aarp.org slash vaccine 嗨 大家好 真是不可思议啊 COVID疫情已经一年了 我一直在想着那些 我们错过的 像是家庭活动 聚餐 大笑 甚至跟人吵架等等 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有件事情 我绝对不能错过 那就是把握机会 预约接种COVID疫苗 如果你是16岁以上 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 COVID疫苗不但安全有效 而且获FDA授权许可 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 最好的机会 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 最想念的事物 了解更多 请上 cdc.gov slash coronavirus 大家越快接种疫苗 我们就能越快开始 与所爱的人团聚 可以再次一起大笑 一起吃饭 回到以往的生活 抗击疫情 我们做得到 以上广告 由美国卫生 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 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 周劳工和工业部 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翠翠也会忽然说道 爷爷 你真是有一点糊涂 祖父听过了不再作声 他想说 我有一大堆心事啊 但来不及说 恰好就被过渡人喊走了 天气热了 过渡人从远处走来 肩上挑的是七十斤的担子 到了西边 摊凉快就不急着走路 必蹲在岩石下 茶缸边喝凉茶 与同伴交换吹吹棒烟管 且一面和渡船的攀谈 许多子虚乌有的话 都是从这儿说出口的 给老船夫听到了 过渡人有时 还因为溪水清洁 就到西边洗脚擦澡的 坐得更久的话 也就更多 祖父把这些话 转说给翠翠 翠翠也就学懂了许多事情 货物的价钱涨落呀 坐轿搭船的用费呀 放木筏的人 把他那个木筏从摊上留下时 使来把大饶子如何活动呀 在小烟船上吃荤烟 大脚娘如何烧烟呀 无一不备 挪送二老从川东 押物回到了茶洞 时间已经黄昏了 西面很寂静 祖父和翠翠 在菜园地里看萝卜秧子 翠翠白天中假睡久了些 觉得有点寂寞 好像听人 撕声喊叫过度 就争先走下西边去 下坎时 见两个人站在码头边 斜阳营里 背身看得极分明 正是挪送二老 同他家中的常年 翠翠大吃一惊 同小兽物 见到猎人一样 回头便向山竹林里 跑掉了 但那两个在西边的人 听到脚步响时 一转身 也就看明白这件事情了 等了一下 再也不见人来 那常年又撕声音 喊叫过度 老船夫听得清清楚楚 却仍然蹲在 萝卜秧地上数菜 心里觉得好笑 他一见到翠翠走去 他知道 必是翠翠看明白了 过度人是谁 故意蹲在高檐上 不理会 翠翠人小不管事 过度人求他不干 奈何他不得 故只好撕着个喉咙 叫过度了 那常年叫了几声 见无人来就停了 同二老说 这是什么玩意儿 难道老的害兵弄翻了 只剩下翠翠一个人了吗 二老说 等等看 不算什么 就等了一阵 因为这边在静静地等着 原地上老船夫 却在心里想 难道是二老吗 他仿佛担心脚脑了脆脆似的 就仍然蹲着不动 但再过一阵 西边又喊起过度来了 声音不同了一点 这才真是二老的声音 生气了吧 等酒了吧 吵嘲嘴了吧 老船夫一面胡乱孤着 一面跑到西边去 到了西边 见两个人已经上了船 其中之一 正是二老 老船夫惊讶地喊叫 二老 你回来了 年轻人很不高兴似的 回来了 你们这渡船是怎么的了 等了半天也不来个人 哦 我以为呀 老船夫四处一望 并不见脆脆的影子 只见黄狗从山上竹林里跑来 知道脆脆上山了 便改口说 哦 我以为你们过了度 过了度 不得你上船 谁敢开船啊 那常年说着 一只水鸟掠着水面飞去 翠鸟归磕了 我们还得赶回家去吃夜饭呢 早嘞 到河街早嘞 说着 老船夫已跳上了船 且在心中一面说着 你不是想成绩这只渡船吗 一面把船所拉动 船便离岸了 二老啊 你路上 累得很 老船夫说着 二老不知可否不动感情地听下去 船拢了岸 那年轻小伙子同家中常年挑担子翻山走了 那点淡漠印象留在老船夫心上 老船夫于是在两个人身后捏紧拳头 威吓了三下 轻轻地吼着 把船拉回去了 脆脆向竹林里跑去 老船夫半天还不下船 这件事从罗宋二老看来 前途显然有点不利 虽老船夫言辞之间 无一句话不再说明 这事有边 但那畏畏缩缩的说明 极不得体 二老想起他的哥哥 便把这件事曲解了 他有一点愤愤不平 有一点气恼 回到家里第三天 中寨有人来探口风 在河街顺顺家中住下 把话问及顺顺 想明白 二老是不是还有意 接受那座新免房 顺顺就转问二老 自己意见怎么样 二老说 爸爸 你以为这事为你 家中多做免房 多个人 你可以快活 那你就答应 如果是为了我 那我要好好想一下 过些日子再说吧 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得那座免房 还是得一只渡船 我命里 或许只想撑个渡船 探口风的人 把话记住了 回中寨去报命 到必西居过渡时 到了老船夫 想起二老说的话 不由得不眯眯地笑着 老船夫问明白了 他是中寨人 就又问他 过茶洞做什么事 那心中有分寸的中寨人说 什么事也不做 只是过河街 传总顺顺家里 坐了一会儿 不是不登三宝殿呀 坐了一定就有话说 啊 话倒说了几句 那说了些什么话呀 那人不再说了 老船夫却问道 我听说 你们中寨人 想把大河边 一座免房 连同家中闺女 送给河街上的顺顺 这事情 有没有点眉目了 那中寨人笑了 啊 事情成了 我问过顺顺 顺顺很愿意同 中寨人结庆家 又问过那小伙子 那小伙子意思怎么样啊 他说 我眼前有座碾房 有条渡船 我呀 本想要渡船 现在呢 就决定要碾房吧 渡船是活动的 不如碾房固定 这小子 会打算盘啊 中寨人 是个迷场经纪人 话说的极有金量 他明知道 渡船指的是什么 但他可并不说穿 他看到老船夫 口唇如动 想要说话 中寨人 便又抢着说道 哎 一切皆是命啊 半点不由人 可怜顺顺家 那个大老 相貌意表堂堂的 会淹死在水里 老船夫被这句话 在心上戳了一下 他想问的话 咽住了 中寨人上岸走去后 老船夫闷闷地 立在船头 吃了许酒 又把二老日前过渡时 落寞的神器 温习了一番 心中大不快乐 翠翠在塔下 玩得极高兴 走到西边高岩上 想要祖父唱唱歌 见祖父不理会他 一路埋怨赶下西边去 到了西边 才见到祖父神器 十分沮丧 不明白为什么原因 翠翠来了 祖父看看翠翠快活的黑脸 粗鲁地笑笑 对西有扛货物过渡的 便不说什么 沉默地把船拉过西 到了中心 却大声唱起歌来了 把人渡了过西 祖父跳上码头 走进翠翠身边来 还是那么粗鲁地笑着 把手扶着头鹅 爷爷 你发沙了吗 那你躺到树鹰下去歇歇吧 我来管船 你来管船 好 这只船啊 归你管 老船夫 似乎当真 当真发了沙 心头发闷 虽然当着翠翠 还显出挣扎的样子 独自回到屋里后 找寻到一些碎瓦片 在自己胳膊上 腿上 扎了几下 放出了些污血 就躺到床上睡了 翠翠自己手船 心中却古怪的快乐 心想 爷爷不为我唱歌 我自己会唱 他唱了许多歌 老船夫 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 一句一句听下去 心中极乱 但他知道 这不是能够 把他打倒的大病 他明天 就仍然会爬起来的 但是 到了第二天 祖父 人虽然起了床 头还沉沉的 祖父当真是病了 翠翠显得懂事了些 为祖父煎了一大罐 大发的药 逼着祖父喝下 又在屋后菜园地里 摘取蒜苗 泡在米汤里 做酸蒜苗 一面照料船只 一面还时时刻刻 抽空赶回家来 看看祖父 问这问那的 祖父可不说什么 只是为一个秘密 痛苦着 躺了三天 人居然好了 屋前屋后 走动了一下 骨头还硬硬的 心中奠念到一件事情 就预备进城 过河街去 翠翠看不出 祖父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必须当天进城 就说 爷爷 你别去了 老船夫把手搓着 姑娘道 是不是应该说出那个理由 翠翠一张黑黑的瓜子脸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使她 虚了一口气 我 我又要紧的事情 得今天去 翠翠苦笑着说 有多大要紧的事情 还不是 老船夫知道翠翠的脾气 听翠翠口气 已经有点不高兴了 就不再说要走了 把玉被带走的竹筒 和寇花搭链 就搁到条鸡上 带点谄媚笑着说 好 不去了 你担心我会摔死 那我就不去了 我以为啊 早上天气不很热 到城里 把事办完了 就回来 不去也得 那我就明天去 翠翠轻声的温柔的说 你明天去 也好 你腿还软呢 好好地躺一天 再起来 老船夫 似乎还是不甘心 撒着两手走出去 门边上 一个打草鞋的棒锤 差点把它拌了一大跤 稳住了后 翠翠苦笑着说 爷爷 你瞧 还不服气 老船夫捡起那棒锤 向乌角鱼摔去 哎 爷爷 老了 过几天 打豹子给你看 到了午后 落了一阵行雨 老船夫 却同翠翠好好商量 仍然进了城 翠翠不能陪祖父进城 就要黄狗跟去 老船夫在城里 被一个熟人拉着 谈了许久的 盐价米价 又过守备衙门 看了一会儿 新买的罗马 才到河街 顺顺家里去 到了那里 见到顺顺正同 三个人打纸牌 不便谈话 就站在身后 看了一阵牌 后来 顺顺请他喝酒 他借口并刚好点 不敢喝酒 推辞了 牌既不散场 老船夫又不想马上走 顺顺似乎并不明白 他等着有什么话说 却只注意手中的牌 后来 老船夫的神器 倒被另外一个人看出了 就问他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老船夫 这才扭扭捏捏 照老方子 搓着他那两只大手 别的事也没有 只是啊 想和船总 说两句话 那船总 这才明白 他看牌半天的理由 回头对老船夫 笑了起来 哎呀 你怎么不早说 你不说 我还以为 你在看我牌 学章子呢 哦 没什么 啊 只是三五句话 我不便扫兴 又不敢说出 船总把牌 向桌上一散 笑着向后房走去了 老船夫跟在身后 什么事啊 船总问着 神器似乎先就明白了 他来这儿要说的话 显得略微有点怜悯的样子 哦 这不 我听一个中寨人说 你预备同中寨团总打庆家 那是不是真事啊 船总见老船夫的眼睛 盯着他的脸 想得一个满意的回答 就说 哦 有这事情 那么答应 意思却是 有了你怎么样 老船夫说 哦 真的吗 那一个又很自然的说 是真的 意思却依旧包含了 真的又怎么样 老船夫装得很从容地问 那二老呢 二老啊 他坐船下桃园 好些日子了 二老下桃园的事 原来还跟他爸爸 吵了一阵才走的 船总性情 虽然异常豪爽 可他不愿意 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 又来做第二个儿子的媳妇 这是很明白的事情 若照当地风气 这些事 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 大人管不着 二老当真欢喜翠翠 翠翠又爱二老 他也并不反对这种 爱怨纠缠的婚姻 但不知怎么的 老船夫对于这件事的关心 是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 反而有了一点误会 船总想起家庭间的近视 以为全和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 虽不见诸行色 心中却有个疙瘩 船总不让老船夫再开口了 就语气略粗地说道 伯伯 算了吧 我们的口啊 只应当喝酒了 莫再只想替儿女唱歌了 你的意思啊 我全明白 你是好意 可是啊 我也求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以为 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情 不适于啊 想那些年轻人的门路了 老船夫被一个闷泉打倒后 还想说两句话 但船总却不让他再有机会说话 把他拉到牌桌边去 老船夫 老船夫无话可说 看看船总时 船总虽然还笑着 谈到许多笑话 心中却似乎很沉郁 把牌用力置到桌上去 老船夫不说什么了 带起他那个斗笠 自己走了 天气还早 老船夫心中很不高兴 又进城去找养马兵 那马兵正在喝酒 老船夫虽然病了 也免不了喝个三五杯 回到碧溪居 走得热了一点 又用溪水去擦身子 觉得很疲倦 就要脆脆守船 自己回家睡去了 黄昏时 天气十分郁闷 西面各处飞着红蜻蜓 天上起了云 热风把两山竹簧 吹得声音极大 看样子到晚上避落大雨 翠翠守在渡船上 看着那些西面上 飞来飞去的蜻蜓 心也极乱 看祖父脸上颜色惨惨的 放心不下 便又赶回家中去 先以为祖父一定早睡了 谁知还坐在门槛上 打草鞋 哎 姨爷 你要打多少双草鞋呀 那床头上 不是还有十四双的吗 怎么不好好的躺一躺呢 老船夫不作声 却站起身来 昂头向天空望着 轻轻地说 翠翠啊 今晚上要落大雨 像大雷的 回头啊 把我们的船 寄到崖下去 这雨可大了 爷爷 我真害怕 脆脆地怕 似乎并不是晚上要来的雷雨 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个意思 就说 哎 怕什么 一切要来的呀 都得来 不必怕 夜间果然落了大雨 夹杂着吓人的雷声 电光从屋脊上掠过时 接着就是轰的一个炸电 翠翠在暗中抖着 祖父也醒了 知道他害怕 且担心他着凉 还起身来 把一条布丹 打到他身上去 翠翠 不要怕 我不怕 说完还想说 爷爷 你在这里 我不怕 可轰的一个大雷 接着是一种超越雨声而上的 宏大闷重的青岛声 两人都以为 一定是西岸悬崖崩塌了 担心到那只渡船 会压在岩石下面去了 祖孙两人便默默地 躺在床上 听雨声 雷声 但无论如何大雨 过不久 翠翠却依然睡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